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食物的资源可能不够丰富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常去开尔加里采买 那现在来到温哥华之后 大湾地区呢 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而且还是和国内是同步的 所以真的就像没出国一样 今天呢 其实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一个话题 因为我很认同 就是说既然想带着大家触摸真实的加拿大 就是给大家一些实用的信息 那我来加拿大六年了 我眼中的加拿大生活是什么样的 而且就是这六年有哪些变化 那今天呢 我就先想聊聊 就是关于这个油价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来了加拿大 一定要学会开车 没有车 尤其是之前我们在里甲那 你真的没车 你真的是寸步难行 而且那么冷的天 在冬天长达半年之久 你没个车真的不方便 你不会开车 也非常不方便 所以呢 有车肯定又要加油 我记得就是 这六年中最便宜的油价 是达到了这个 每公升是八毛多钱 这是真的是最便宜的 那我们来的这一段时间 就是搬家之前 最高的时候 是涨到了一块二 就是不到一块三 那现在大家知道吧 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大文地区的油价太可怕了 就是疯狂的 一天那种感觉 已经达到了每公升两块多 然后刚才我也查了一下 今天的油价已经是两块零五分 这是什么概念呢 可以说我们家现在啊 基本上如果加油 就是以前的放了一倍多 很可怕 估计有人看到 我这个视频又该那个 就是嘲笑了 说你就这样还挺开心 那又怎么样呢 生活还得继续 所以我发现我最近周围人啊 都是在纷纷的 就是下单来去买这个电车 有买特斯拉的 还有买其他品牌的 因为发现这个 因为这个油价啊 这涨得有点太离谱了 所以心里也都没底了 然后基本上都是 第二台车都换这个电车 也就是家里一台油车 一台电车 然后互相搭着屎 因为毕竟觉得好像电车 跑太远的路啊 还是有点不放心 据我就是感觉啊 在大门地区 这个充电桩 还是真的是 匹配的很到位的 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大的 这种超市 它就会专门有这种快充的 这种充电桩 都是有配备的 所以基本上 其实在大门地区来说 你要开这种电车啊 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那这段时间呢 我跟我先生呢 也在做调研 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出手 也搞一台电车开开 我特地呢 找到了就是去年的 在里甲纳的一张加油的邮票 上面显示的是一块二毛二 那还是八月份的 也就是我们离开之前 那后来呢 到了这个 这个大温地区 就开始就是一块五 一块六 直到现在就是两块 两块钱 所以说这个生活成本啊 也是越来越高了 今天的这个经验分享 我觉得我是建议啊 如果是来大温地区生活 或者是说像大多伦多地区 就是一种大城市 如果是说充电桩 配置是很完善的话 我真是觉得家庭用车 可以配这个电车 因为这也是一种趋势了 据听说啊 说十年之后 可能BC这边的车 可能都是会由电车 替代这个油车 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但至少目前为止感觉 就是说电车 确实是要比油车 要省钱的多 那如果说像以前在我们那样的 就是三亚省这种小城市 而且又是冬季比较漫长的 那我个人建议就是 经验之谈啊 还是要有一个四驱的 这样的一种车 这个其实是更安全 然后尤其在雪天吧 冬天开起来会更 就是方便 因为有的时候 我的那个小车 就会体验过 在冬天根本没法开 如果不是四驱的话 就打滑呀不说 而且就是 就基本上就握进去了 所以这也是在 这个加拿大生活了六年的 一种经验分享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是那句话 我愿意带着大家 触摸真实的加拿大 所以大家有任何想了解的 关于加拿大方面的 各方面的信息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我都会在第一时间 尽快的回复给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